今天我们来讲讲有关抑郁症的治疗和预防的办法 老高和小莫最近做了一期节目 是关于抑郁症的病毒的节目 他们说目前日本科学家他发现 抑郁症是由一种病毒所导致的 那么究竟有没有办法可以抑制或者对这种病毒进行灭活呢 实际是有的 美国的一位医生他叫Zalenko医生 他最近就提出了一种方案 他把这种方案叫做Zalenko医生的方案 那这种方案呢他是利用了微量元素新 再加上一种可以把新离子带入人体细胞膜的化学物质 一起来去使用 这样子对于有病毒的患者是非常有效的 那他这种方案呢原来是用在新冠病毒方面的 那他说这种方案一起使用的话 是对99%的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人呢都是有效的 那也可以呢使住院和死亡人数减少84% 那这种方案呢在美国呢是很多医生都会去尝试和使用 那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选择真理选择人生 讲述了说这种方案的机理和目前的一些临床实验的进展 那我把这个链接呢放在了这个下面 大家提供了一个有关抗病毒的食物和保健品的一些建议 那这些建议呢并不是来自Zalenco医生的 他是来自医疗领媒的Anthony Williams 里面呢就提到就是说 如果大家怀疑自己身体里面含有病毒的话 那么饮食方面应该怎么去做 那他这里面提出的一些建议 建议您应该避免食用一些 比如说像蛋类啊鸡蛋鸭蛋之类的 然后避免食用乳制品 避免食用猪肉 乳制品呢他指的就是牛奶酸奶黄油 然后像这些 还有呢就是应该食用的一些 多多摄取的一些吃的 比如说像大蒜椰子油野生蓝莓 芹菜土豆或者说马铃薯 菠菜香菜生姜 香蕉苹果木瓜杏石榴等等 主要都是水果和蔬菜 那在保健品方面呢 他也是大力的提倡 有受病毒感染的这个病人呢 来去服用硫酸心口服液 那为什么是硫酸心口服液呢 因为硫酸心是人体最容易吸收的新的形态 那他也建议大家 能够服用B12的口服液 然后包括像柠檬香脂 猫爪草沟腾 蓝氨酸维生素C 螺旋枣等等 我在这里面呢还列出了一些抗病毒的饮食菜谱 供大家参考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美味的 包括像芹菜汁啊 黄瓜汁啊 生蒜呀 百里香茶 百里香水 生姜水 抗病毒疗愈汤 结谷木糖浆 还有姜黄姜汁等等 那 小莫呢在这个节目之中 他提到说他嘴上长包长炮 那这个实际上是炮枕病毒造成的 那他不妨也可以尝试一下 子兰口医生的方案 或者说尝试 遵照这个抗病毒的菜谱 饮食菜谱或者食物 来去增加他们这个社区 那希望老高和小莫都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继续制作非常精彩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拜拜